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收工的 这样的肉的颗粒比较大 不同于嚼肉鸡 嚼肉鸡没有嚼头 把剁好的馅放入盆内 放入盐 葱末 姜末 鸡蛋清 淀粉上劲 手工搅匀 搅馅的时候 要顺时针 靠手腕的力气 让馅调料完全融合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盘子刷油 一定要少许 盘子上有一层就好 把煨好的肉馅放入盘中拍成饼 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 太薄了就容易硬 太厚了里面不容易熟透 厚度就是五角钱硬币的厚度 然后碗中放入葱片 盐 白糖 鸡精 香油 调料油 搅匀 留着备用 勺内倒入色拉油 烧至五成熟 将肉饼推入锅中 炸至外表崩皮 烧至五成熟 捞出粒油 改刀改成菱形块 再次回锅 将豆油烧至七分热 将肉块放入锅中炸 捞出淋油少许 放入葱丝 姜丝 胡萝卜丝 香菜段 煸炒 放入肉块 放入调好的料油 翻炒 然后出锅 回煮的哨子盖就做好了 来到哈尔滨 看冰灯 逛到外 也要记得来尝尝我们回族的烧子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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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